花莲南区在这个周末非常热闹 除了玉里镇的年货大街开跑 卓西乡南安布农豆豆班 在狱馆处吉乡公所支持下 推办的在地农夫黑熊市集也开幕了 以地产地消模式提供消费民众 沉浸无独又新鲜的在地农产 要抢供新春过年商机 一南都 他们的哈年 一南都 没没来来 部落领袖简单祈福 卓西乡在地农夫黑熊市集正式开幕 什么样的帮助 有啦 有帮助 比如说帮忙我们下完 有时候放在公所那边卖 都有 或者是我们游客没有卖完的 我们可以跟公所问一下 他们就会来收 卓西乡南安部落豆豆班 在浴馆处以及乡公所全力支持下推办在地农夫黑熊市集 强攻新春过年的商机 由于也非常态性市集 因此浴馆处也乐见其成提供部落小农支持协助 共管会议 然后我们的共管委员他有提案说他们要来做一个市集 这样子 那么我们处长也做一个回应 那么也尽量的来帮助我们在地的农民 然后来可以推广他们的农产品 为了有效推广并展开卓西乡在地农产的行销管道 特别以地产地销模式 办理纯净无毒新鲜的在地农夫黑熊市集 除了帮助有机小农 不受中间商控制 掌握自己的通路 从而增加收入 农村也得以恢复生机与活力 那未来我们走西乡有任何的一个活动 或者是在外界市的一些行销 那我们都会用在地布农黑熊市集这个名称 来出去做宣传 然后再去做贩卖 来推展我们乡内的一些产业的一些小爽 卓西在地农夫黑熊市集正式开幕 部落农民将依农产时令季节 在育馆处南南管理站大门旁设摊 展售包括黑洞、南瓜以及鹿桥等 当季施令农产以及农产加工品 抢供新春年节商机 记者是玉兰作息采访报道